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高速铁路路基的沉降及其控制技术 路基的变形将直接反映到轨面上 过大或者不均匀的沉降变形将造成轨道的不平顺 为使列车高速安全舒适运行 并尽可能减少维修 需要严格控制路基的变形 控制路基的变形是高速铁路的关键技术之一 也是一个长期围绕工程界的难题 要想从理论上圆满解决也是比较困难的 针对路基工程的特点及具体的工程条件 将其变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可能的 制定路基的变形控制标准 需要从结构的功能 我们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综合考虑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从高速铁路路基沉降的组成 高速铁路路基的供后沉降 软弱土地基的常用处理方法 路基沉降计算等几个方面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高速铁路路基沉降的组成 通常来说高速铁路路基的沉降 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第一个呢 是路基在列车核载作用下发生的变形 它包含列车行驶时 路基面产生的弹性变形 和阴影阶段 由行车所引起的机床累计下沉 这部分变形呢 它发生的部位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机床部分 再一个的沉降呢 就来自于路基本体在上部核载和自重作用下产生的压密下沉 我们经常认为呢 这部分的下沉呢 主要是发生在机床以下的填土部分 再一个呢 就是支撑路基的低基的压密下沉 这部分的沉降呢 当然它就来自于低基 也常称为低基沉降 在列车核载的作用下 路基的变形既有弹性变形 同时又有塑性变形 弹性变形呢 是列车通过时 列车核载的短暂作用 而产生的这种可以恢复的变形 主要发生在路基的机床部位 尤其是机床标策 路基的弹性变形 最终将反映在鬼面的弹性变形之中 如果弹性变形过大 车速就不能提高 塑性变形 是指在运营阶段 由行车所引起的机床累计下沉 它是由列车通过倒床 传递到路基面的洞货载 引起的 机床累计下沉 是一个累计的过程 一般认为合理的机床结构 可使机床累计下沉控制在1到2.5个毫米之间 而且累计下沉量在经过一段时间行车后 大约一年吧 便能够逐渐趋于稳定 而不会继续发展 路基填土的压力下沉 属永久下沉 是由填土的自重 包括线路上部建筑物的核载 引起的 由散体材料填住而成的路基本体 产生一定的压力下沉 是正常的 但如果下沉量较大 说明填土的压实密度不足 强度低 容易形成不均匀变形 当然过大的下沉 还会破坏路基面的排水条件 一致不能保持良好的横向排水波动 世界各国呢 关于路基填土的压力下沉 通常都是通过 控制填料的质量 和提高压实密度 予以保证的 综合中外铁路的实测资料 可大致认为 路基填土的宫后压力下沉 约为填土高度的0.1到1 这是个百分数 路基的宫后压力下沉 在通车后大约一年 即逐渐稳定 路基本体中产生的沉降 包括列车行驶时 路基面产生的弹性变形 运营阶段 由行车引起的机床累积下沉 和路基本体的压力下沉 可通过选用 优质填料 严格控制施工质量 以及 合理安排施工工序 等方法来有效控制 而地基土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地基沉降的大小与地基土类型 地层性质 时空周期 填土高度等多种因素有关 需针对工程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所以控制路基沉降 主要就是控制地基的沉降 特别是软入土地基 由于软入土的高压缩 低渗透等特性 不仅沉降量大 而且沉降延续的时间较长 所以我们一般对于软入土地基 需要进行沉降分析 来确定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法 设计参数和施工工艺 路基的总沉降 发生在两个时间段 一是施工阶段的下沉 二是施工完成后的下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后沉降 施工阶段的下沉 一般不必计较 它不影响实际的工程实施 因为我们总要填到设计的标高 我们更加关心的是工后沉降 它对后期的运营 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 高速铁路路基的工后沉降 路基的工后沉降 顾名思义简单说 就是施工完成以后 路基产生的沉降 但是施工完成这个时间起点 必须明确 如图所示 这是一个地基沉降 随时间变化的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的横坐标 是我们的时间轴 往上的这个是我们的加载轴P 往下的这个是我们的沉降量 对于不同的加载阶段 现在就代表我们不同的工序 从这可以发现 对于施工完成 可以有不同的起散点 比如 填注至路间高层的时间 铺轨开始的时间 铺轨完成的时间等等 过去对于有扎轨道铁路 我国相关规范 定义工后沉降为 路基竣工 开始铺轨时 这以后产生的沉降 就叫供后沉降 也就是我们示意图中的 Delta S2 目前结合无扎轨道线路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规定 按铺轨完成 交付运营的这个时间节点 来计算供后沉降 也就是示意图中的Delta S3 在保证列持安全 舒适运行的前提下 路基允许供后沉降量的确定 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 即为满足供后沉降量 所进行的低级处理的费用 与应用期线路 养护维修费用的 大致的这么一个平衡 工程实践表明 供后沉降量控制过延 会使低级处理费用大幅上升 在某些地质条件下 即使采取 较前的低级处理措施 也可以说 非常难以完全消除 供后沉降 因此较为现实的办法 是将供后沉降控制在 某一允许的范围内 做到既安全又经济 这就需要对供后沉降 有工程建设费用关系 线路维修费用关系等 进行研究 确定合理的 供后沉降控制标准 中国铁路规范规定 有扎轨道的供后沉降 根据设计速度 分250公里每小时 和350公里每小时 两个序列 并规定了供后沉降速率的控制 因为沉降速率过快 短时间内沉降过大 会造成维修困难 而危机行持安全 同时 维修量加大 会影响线路的通过能力 此外 在不同结构物处的 差异沉降 也是不可批免的 为了尽量控制差异沉降 也提出了相对一般路际地段 更严格的沉降控制标准 如我们表中所示 对于无渣轨道铁路 无渣轨道路际供后沉降 应符合 轨道扣件的调整能力 和线路竖曲线圆顺的要求 供后沉降 不会超过15毫米 沉降比较均匀 并且调整轨面高层后的 竖曲线半径 符合我们公式的时候 允许的供后沉降 为30毫米 路基与桥梁 隧道或横向结构物 交界处的供后沉降差 不应大于5毫米 不均匀沉降造成的折角 不应大于千分之一 这个15毫米的要求 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由于无渣轨道 轨面高层的调整 由扣件系统的可调量控制 对于调高量为26毫米的扣件 扣件 它的扣除施工误差 正6-4毫米之后 仅于20毫米可以调整 在考虑列车运营时 需要预留5毫米的沉降余量 实际留给运营期间的 陆基沉降的允许调整量 仅为15毫米 陆基的沉降量不大于10毫米 才能保证设计的无渣轨道高层 此外根据德国的计算和经验 陆基的允许供后成降量 为扣件留给陆基成降调整量的三倍时 在扣件调整后 通过圆顺线路 刚刚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公式 数据前半径这个公式 它也能够满足运营要求 德国行业标准规定 长度大于20米的沉降比较均匀的陆基 允许的最大供后成降量 为扣件允许调高量减去 5毫米厚的两倍 我国经过研究 也就提出了在均匀沉降的地段 30毫米的这个控制要求 总之 陆基的供后成降 必须控制在 无渣轨道扣件调整能力 和线路输曲线圆顺的要求的 反位之内 在设计中 如果通过计算分析 地基的成降过大 超过了限值 我们就必须进行地基处理 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 高速铁路路基的地基处理的目的 主要是控制地基的供后成降 同时改善地基承载力 这也是高速铁路路基地基处理的特点 本节我们侧重介绍 目前已经用于我国高速铁路 刻印专线铁路的 主要的地基处理方法 以地基处理的技术特点进行分类 铁路路基工程中 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 可分为如下图中的16类 由于我国高速铁路路基工后成降控制标准高 建设的工期井 为有效控制地基沉降 工程实践中 主要采用的 换田 冲击碾压 强夯 即强夯置换 搅拌桩 紧密桩 悬喷框 CFG桩符合地基 灌柱桩 预制管桩 装网结构 装法结构 以及装扮结构 等地基处理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换田地基的处理 当软弱土地基的承载力 稳定性 和成降变形 不能满足上部核载 对地基的要求时 而软弱土层的厚度 又不是很大时 我们就常采用 换田土 或者电层的这么一种方法 来处理软弱地基 即将基础下一定范围的 土层挖去 回田以质地坚硬 强度较高 水稳性好 具有抗侵蚀性的 沙 碎石 卵石 水泥土 或灰土等 并分层压石质 设计要求的密实度 作为地基的吃力层 主要适用于淤泥 淤泥质土 湿泥性黄土 素田土 杂田土地基 即暗沟暗塘等浅层软弱地基 及不均匀地基的处理 一般处理深度为0.5到3米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的地基处理方法 就是冲击碾压的地基处理方 冲击碾压也称非原碾压 它是将传统震动压石的高频率 小振幅改为低频率 大振幅 是一种冲击与揉搓作用相结合的压石方法 冲击碾压 适用于处理碎石土 沙土 低饱和度的粉土 与粘性土 实现性黄土 素田土 和杂田土 等地基的田前的碾压 田方达到标高后的追密基石 再一种处理方法就是排水固结法 排水固结法是利用排水固结原理 在郁压核载下 通过在软土地基内设置数项排水体 铺设水平排水电层 加速排水土体内孔系水提高土体强度 以达到提高地基承载力 减少供库沉降的一种加固地基方法 排水固结法由加压系统和排水系统两部分组成 排水系统可采用砂紧 塑料排水板等 预压核载可采用堆载预压 真空预压等方法 在供期允许的情况下 排水固结预压法是最经济有效的地基处理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强航法 强航法又名动力固结法或动力压制法 这种方法是反复将夯锤 夯锤的质量一般为100到400个前牛 提到一定高度使其自由落下 这个落距一般为10到40米 给地基以冲击和振动能量 夯锤夯基地表的瞬间 能量以压缩波 简介波 面波等形式向地基深处 通过波动的能量 使土体发生压缩 并使土体结构致密 从而达到提高地基承载力 降低土的压缩性 改善沙土的抗液化条件 消除湿性黄土的湿线性等效果 同时夯基能还可提高 土层的均匀强度 减小将来可能出现的差异层降 强行法适应于处理碎石土 沙土 低饱和度的粉土与粘性土 湿线性黄土 素田土和杂田土等地基 水泥土搅拌桩地基处理 它是一种深层搅拌法的一种类型 使利用水泥等材料作为固化剂 通过特制的搅拌机械 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强制搅拌 使软土中的某些物质 即水与固化剂发生反应 形成具有蒸体性 水纹性和一定强度的水泥加固土 从而提高地基土强度和增大 变性模量 水泥土搅拌法可分为水泥浆搅拌法 也可以称为湿法 和粉体喷射搅拌法 也可称为干法 水泥土搅拌法 适用于处理正常固结的淤泥制土 粉土 饱和黄土 素田土 粘性土 以及无流动地下水的饱和松散沙土等地基 再一种呢 就是叫做高压喷射注浆法 它是以高速旋转的喷嘴 将高压水泥浆喷入土层 利用带压浆液的搅拌 使浆液与土体充分搅拌混合 边喷射 边搅拌 边提升 形成数项连续的水泥加固柱 加固体 适用于处理淤泥 淤泥制土 粘性土 粉土 沙土 碎石土 黄土 及人工田土等地基 再一个就是紧密桩的地基处理 紧密桩呢 是在盛装过程中 通过盛孔机具 盛孔 然后再填入料 将装监土紧密 由盛装时的填入料 与紧密的装监土 形成复合地基 以提高地基承载力 和减小沉降的一种地基处理方法 根据盛装材料的不同 可以分为 砂 碎石 和灰土紧密桩 再一种就是叫做 筑锤冲扩桩的地基处理 筑锤冲扩桩呢 是在传土紧密桩基础上发生起来的一种新型紧密桩 通过钻孔 强力冲孔 等方式成孔 然后通过孔道在地基处理的深层部位进行填料 再用具有高动能的特质重锤进行冲砸挤压的高压强强几密的航基作业 从而达到加固地基 消除湿线性 消除液化性 减少地基沉降 和提高地基承载力的目的 筑锤冲锤装 适应于处理大厚度的黄土 杂田土 粉土 盐性土 素田土 液化土地基 各类软弱土 实现性土 以及具有酸碱盐腐式的地基 具有硬加层的不均匀地层 石料 废料 及回田垃圾 地基 以及地下人房公室 等各种复杂的建筑场地 再种常用的 就是CF装地基 CF装 即水泥粉梅灰碎石装 是指有水泥粉梅灰碎石等混合料 加持半合形成高粘接强度的桩 并由桩 桩间土和乳电层 一起组成复合地基的 一种地基处理方法 CF装 复合地基 具有承载力 提高幅度大 地基变形小等特点 适用于 处理粘性土 粉土 沙土 和素田土等地基 对淤泥制土 淤泥 泥碳制土 泥碳 因按地区经验 或通过现场试验 确定其 实用性 再种的叫做 装网结构路基 装网结构路基 是由装和网 以及装间土 构成的复合系统 它是指 天然地基 在地基处理过程中 下部土体得到 数值向增强体装 也可戴装帽 的加强 从而形成 装土复合地基加固区 并在 该区上部 铺设水平向增强体 网 土工隔山等 从而形成 加金土 复合地基加固区 使装 网 土 三者 协同作用 共同承担核载的 这么一种人工地基 装网 复合地基中的 装 其承载作用 是力学要求 而高强度网 则是结构要求 目的是调整 装土 数项核载分担比 与装土 硬力比 使装 网 土 协同作用 共同承担核载 以减小整体成降 及不均匀成降 装网结构 适应于基础变形 控制严格 承载力要求高 填图高度 大于三米地段的 深厚层软弱地基 再次装法结构的 地理措施 装法结构由地基板 及如电层组成 与刚性装 预制管装 钻骨灌柱装等 共同作用 形成装法基础 法板与刚性装 之间采用刚性连接 地基加固 整体性更好 有利于提高 整体稳定性 装法基础 按其下部的 刚性装 基础全部承担 装法基础本身 及上部路提 轨道建筑 及列车核载作用 进行设计 装法结构 适用于基础变形 控制严格 承载的要求高 填图高度 大于三米地段的 深厚层 软弱地基 再一种呢 就是叫做 装板结构的路基 可以说装板结构的路基呢 是在这所有处理措施里边 最强的 一种地基处理措施 它主要 由 钢筋混云土 装机 托梁 成台板和装周图体 四大部分组成 装板结构的装机 竖向穿透 松软土层 可严格控制 高速铁路 路基 供后沉降 装周图体 对装侧的 侧向抗力 使装板结构路基 具有较大的 纵横向的刚度 装板结构路基呢 它适用于挖方 和填方地段 采用常规负荷地基处理技术 来有效控制路基 供后沉降的 深厚层软弱土地基 湿线性荒土地基等 以及受施工机械设备 和城装质量影响的 地段的路基 以上呢 简单介绍了 我们国家高速铁路 路基工程中 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 应该说地基处理呢 是一门技术性和经验性 很强的运营学科 在选择地基处理方法之前 必须认证研究 上部结构和地基 两方面的特点 并结合呢 当地的经验 选择经济有效的处理方法 为了确定 是否需要进行地基处理 地基处理后的成降 能否满足要求 我们可以依据 成降计算理论 来进行成降计算 如前所述 路基成降呢 它分为路基本体的成降 和地基的成降 路基本体的成降呢 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立车行驶时 路基面产生的弹性变形 运营阶段 由行车引起的 机床累积下沉 和路基本体的压密下沉 其大小呢 可通过施工 来有效控制 在路基成降中 所占比重比较小 因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地基成降的大小 特别是软肉土地区 地基的成降 它是我们控制 路基成降的关键 天然软土地基的 总成降呢 一般包括这么三部分 顺势成降 固结成降 和次固结成降 顺势成降呢 是地基承受 核载后 立即产生的成降变形 它是由侧向变形引起的 又称形变成降 固结成降呢 是指由主固结产生的成降 是成降的主要部分 次固结成降 是土骨架 在持续核在作用下 发生逐变而引起的成降 大多发生在成降后期 其大小呢 与土的性质有关 泥碳有机制土 或高塑性黏土层 次固结成降占有 比较大的比重 而其他土呢 则占的比例不大 如果核载不是太大 不致使地基发生 局部减切破坏 而产生减切褥动时 地基的损失成降 就能比较快地完成 且主要发生在 加载的时期 顺势成降量的计算 可按弹性力学的 有关公式进行 也可根据实测的成降 与时间关系曲线 进行估算 这个经验公式呢 这个SD 就是我们的顺势成降 等于三分之一的S0 这个S0呢 是为加合结束之后 编装停止向外移动时的 总成降量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固结成降的计算 固结成降呢 是低级成降的主要部分 一般采用分层总合法计算 这也是我们土力学中所讲的一种经典的计算 低级成降的方法 分层总合法呢 它是在低级成降计算范围内 将低级化分为若干分层 计算各分层的压缩量 ΔSI 于是总的固结成降量S就等于ΔSI之和 再给我们看一下次固结成降 次固结成降的大小与实践的关系 在半对数值上接近于直线 可按下时计算 天然软土地基的总成降 可按下面的方法计算 方法一呢 是分别计算出损失成降 固结成降和次固结成降 然后进行累加 方法二呢 是根据大量实测资料 统计得到正常固结 和稍微超固结的宝和土 软土地基中固结成降 在总成降中所占的比例 按我们这个公式来进行估算 再给我们看一下 经过处理以后的地基成降计算 在我们的高速铁路 地基处理中 复合地基是最最常用的 一种地基处理的方法 所以这儿呢 我们介绍一下 复合地基的成降计算 在复合地基成降计算方法中呢 通常把成降量分为两部分 如我们图中所示 一个是加固区 一个是下卧层 采用增强体处理的土层深度 反为称为加固区 加固区以下呢 就称为下卧层 对于加固区的成降计算方法 是比较多的 有复合模量法 因力修正法 装身压缩量法等等 最常用的是复合模量法 我们在这里也只介绍一下 复合模量法 它是将复合地基 加固区中增强体和地基图体 两部分视为一个整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合图体 采用复合压缩模量 EPS来评价复合体的压缩性 计算中 仍是采用分层总和法 来对加固区进行分层计算 下卧层的计算 通常也还是采用 分层总和法进行计算 作用在下卧层图体上的核展 这个是我们计算的一个关键 目前在工程应用上 常采用 硬力扩散法 或者等效实体法 来进行计算 硬力扩散法 计算加固区下卧层上的附加硬力 这个示意图如我们 有图所示 复合地基上核展密度为P 它的作用宽度为B 大的B 加固区厚度为小的H 压力扩散角为B 于是作用在下卧层上的附加硬力PB 就可以得到我们上面这个式子 当然在这个计算过程中 压力扩散角的计算 它的合理的选用 是我们这里面的关键 应用 应用等效实体法 计算加固区下午层上附加硬力 如我们这个PBT上这个右图所示 复合地基上的核展密度 它的作用面宽度 加固区的厚度 都表示和我们上一个图是一样的 其中这里面有一个气数F 它是等效实体侧摸阻力密度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等效实体法 来计算PBT的公式 但在这个公式中 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侧模阻力的计算 但得到了我们作用在下午层上的 附加硬力 好计算到了我们的加固区 和下午层的附加量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 复合地基的总的成降量 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陆基成降的组成 陆基根获成降的控制标准 陆基工程中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 和地基成降计算的一般方法 由于地层的不均匀性 参数选取的精度 计算方法的局限性 以及施工过程的影响等等 我们需要在陆基从施工到运营的整个过程中 对软弱土地基上的陆基进行沉降的监控 这些内容将在后续课程中学习 这节课我们讲到这里 再见